云阳县最终将向上海重鸣移民 上海安徽等11个省市的103个县市 将接收其中的4万3千多人 移民的大规模外迁将在7日8月13号的上午 云阳县的首批外迁移民正在上船 准备启程前往上海的重鸣县 2000年8月13日 600多人称作江鱼9号 从重庆云阳迁移到上海重鸣定居 那时我们的镜头跟随其中三户人家 一路沿江而下 记录下他们初到一个城市的彷徨 焦虑 15年后我们再次寻访 为他们15年前的故事做一次补记 张学云是云阳县南西这人 移民上海之前 张学云和妻子都在广州打工 到上海后 他们打算在上海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就不在外出打工 要是上海的工资如果多了 如果上海的工资一般的话都不会去广州 一般就不能去广州 是 为什么 去的话那来回的路会离家很远 如果在这边的话我可以种点西瓜 因为种点西瓜还可以一边收 先说话走 2014年11月3日 我们在崇明又见到了张学云 他们家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新房上凉 明天饿了 早上早点过来的 那个怎么讲了 那那个 晚中我不懂的 明天早上要买什么东西的 那个早上 明天饿了 他还要买包子 要包子 买给桃圆 你不是那个 那那个无量上放的 什么包子 不是一个塞子 塞子里想做什么东西的 老米金子 这个红布 做了啥呢 能够拿两个油 要里面放的 高 大 还有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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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布 每个人都有 还有大红布 还有大红布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背这个男子 还挺长一个 哎呀 那个就流不在一样 明天在里面拍的 小站 那个楼顶上怎么搞的 有包子什么东西的 有些鸡的 有很多部分都给它 整了整了整 整整 人们不是上面 金子 什么 什么 咬什么 什么 人们 咬一张 一张布 一张一张 一张鸡的 一张鸡的 都放进去 吃两 包包子够吗 还是包包子够 可以 这个够不了 这是他们这边的 我们老家好像也要挂镜子了 也有镜子了 但没挂这么多 怎么想着要按这边的黑色 到这里来了嘛 到这里来嘛 总共要按这边的红薯的 这边的红薯的红薯 你看看这两个茶盆 你怎么来的 来来来来 很棒 好 好 那边是别说说 我又要走 来来来 准备了 谢谢 一人一个 你没得我的啊 没得 没得 等下有你 我拿一个没拿着好玩 来来来 还有点汤哦 好的 好的 好好好 很烫的 很烫的 一段兄弟 我兄弟 你今天辛苦了 哎 早晚都没吃到 你快点去吃饭 好 师忠是张学云的朋友 崇明当地人 这些年 张学云家的大小事 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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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我们俩 他也买过的 我也买过的 他那时候来 什么都不是 没有炒灯 你只要你说 跟我说 你跟我说 什么都拌得成的 对吧 什么都拌得成的 在这里 我说比我们 亲兄弟还亲的 跟他俩人 这个好 一年比一年好 像你来做个十年之后 这个开心 开心事 房子是 想想你这个房子 已经是慢大了 宽室不得了 像你这个房子 如果放在上海的话 多少 多少 都说乒乓 这里是上海 上海是上海 上海不是钱的 上海不是钱的 上海 我们是上海人 上海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是钱的 房子 对啊 对啊 转眼张学云 已经来了崇宁十五年 小儿子今年五岁 女儿早已嫁人身子 慢慢一点 小儿子 快点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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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两点钟的时候 其实还挺冷的 大冬天就挺冷的 逢年过节 张学云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卖肉 平时他四点也已经从家里出发了 先去屠宰场取肉 然后到崇明庙镇最大的市场卖肉 两千年来的时候 开始在家里面 没事找不到事做 就在这里看一看 那里看一看 心里慌了 那个时候真的心里慌了 开始我们住不多的嘛 那是杀不来 卖也卖不来的 我老婆把那个钱子当后子卖掉了 不然前刀要高 那个时候也要高一块银行的 肉要不要 肉带他回去的 后提好啊 前刀后提 这两个都后提的 要几只要几只要 人生主宰我 六十八块 六十八块 五十五块 这肯定不来事的 你找到三块呢 我买十四块一斤的 一十五块肯定不行的 那一定不行的 这一天的提法又是这样的 十二块便 十几块便 便宜五毛钱斤的 那你到那边 我买多少钱的 买你十二块便的 便宜五毛钱斤蛮好的 这肉干爽 这肉好多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来崇明半年后 张学云在村民的帮助下 盖了一个猪棚 养猪以补贴家用 我买猪总共其他将近五千块 这个饲料 我算一下 这个饲料全部 那个全部一家为大的 要几千块的饲料 就去了一万四 一万四可能那个猪卖到一万五六吧 就是赚了两份母猪 赚了一两千块钱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才来几个月 一共八月来的吧 八月会现在 到一月份还有几千块的收鱼 春节回家不回家呢 回回老家 不不回来 过几年 不去不了的 现在回去又画过去 十五年过去了 张学云家的猪棚已经颇具规模 就这里 这里空的 这是空的 那时候周末来的时候 就这件 那个是五间的 现在呢 这是老母猪 那是堆饲料的 那间是老母猪的 两份老母猪 过来这里的 现在呢 补贴家用的行当 如今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为了喂养这些猪 张学云夫妻已经十五年 没有回过云阳老家 走不了啊 想过啊 做梦都想回去的 你回去 回去 你这一趟怎么办 十五年的生活 都是围绕着这个猪圈在忙碌 上午卖肉 下午喂猪 清扫猪圈 寒来熟往 可是十五年间 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 风平浪静地度过 07年的猪圈涨价的 06年的年底 那时候他得的那个是 胸膜肺炎或流行感冒 不知道 开始不懂不懂 那个时候十几头猪 好像心里慌 真的下来慌 站着就没离奇的 一天死了十八头猪 那是打击的 基本上你那个活动的 流动资金都没有了 你买饲料钱都没有了 两三万块钱 城市很大的 你刚来的时候不会吧 不会 就这样虾煮出来谁焦着这个 人焦着 那个有用错了 他死了都有 一路过去 要死了 水 十八头猪 这就是 这是 现在对于养猪 张学云可以说经验丰富 可是十年前的那场疫病 几乎让张学云亏掉了所有储蓄 之后夫妻俩不得不重头再来 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 才从那场猪瘟的打击中走了出来 手脚现在没有打击 就这个绳全部离后了 一天连来全部都离后了 全部都离后了 以前在老家有什么 在老家怎么会不像这样做的 在这边总要干的话总会有前途的 慢慢赶 那要干的总会有 那像付出的总会有点收入 在这边总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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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